现在是大概10月27号早上两三点 我是昨天刚到上海浮动 然后今天是我开始隔离的第一天 然后由于我没有办法带大火机进房间里来 我不能抽烟的这个事实让我变得特别烦躁焦躁 然后正好呢也想到了上次跟大家保证给我说 要讲一个小我跟小巷之间的故事 那我想想今天就说了吧 然后是我第一次真人的那个视频出来啊 我不知道文身太多会不会造成说视频审核过不了什么 这不重要反正有的时候我知道是直播平台那边过不了 是因为比方说你在虎牙或者斗鱼的话 有一个人有大面积文身也是肯定过不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B站这个视频的算法会是怎么样的 OK我们讲正题吧 首先啊今天这个事情关于合同的细节 关于合同的细节我是不会详细说的 因为这个设计到商业机密 但是呢我会跟大家讲一些我跟小巷发生了什么 故事大概还是要从去年年底开始吧 去年年底嘛我正好从上海回加拿大了 从上海回加拿大了 然后呢去年年底的时候 虎牙就让我找过Navi谈过一次 就是谈这个直播的事情 但是呢那个时候Navi对于虎牙给出来的这个条件呢 没什么兴趣 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价格上谈不过 然后呢三月份虎牙又跟我说了一次 是二月底三月初这样的 说哎呀 你去再去谈一谈 这次我们又换了一些offer给他们去 然后这次谈的话 实际上很明显 当你offer改了之后 你一些数字改了之后 Navi就很明显就又有兴趣了 这也挺好 然后一开始总是边边框框的那些 事情 就比方说你把大级的条件 说直播市场啊 合同框架呀 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 还有你们的义务 我们的义务 你们的权利 我们的权利 这些乱七八糟的 对吧 也不会扣很细 但是告诉你的 大概要做什么事情 OK 那么这样一些都谈得很好 那个时候我是跟 我现在的那个老大 是CEO跟CEO 他们两个谈的嘛 谈得也挺好 然后呢 你又往后面谈 你就 发现了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是作为一个中间人 我把那个Navi 牵进去那个什么 牵进去虎牙的话 我是一分钱都不赚的 你懂了吗 就是一分钱都不赚 只不过你是赚一个名头上面的东西 就是你告诉别人了 别人了 你有能力 你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但是不代表你能 从中获得什么利益上的东西 那么 我之后 我就在想 哎呀 那这个 所有战队 你签到 你签到那个时 你签到直播平台的话 你都后面需要一个工会 对吧 当时呢 实际上有 据我所知的 至少两三个工会吧 也一直在追逐Navi 但是不同的是 人家是工会直接派人了去跟Navi谈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谁啊 有有有埃及的人 还有那个 谁啊 呃呃 叫TSG还是 反正哪个队伍 还有伐木类可能 那最后一家就是我了 我是一个当时没有立场的人 就是 我就是帮人 因为我朋友找我办事了 我把事情办成 那么 我想像 有有什么力了 之后再说嘛 你现在 实际上 你如果作为我现在这个年纪来看这个东西的话 是很不对的 这样你很容易花费时间 你把事情做完了之后 别人跟你说一句 哎 这个可能不值什么钱 只是图一个名号上 但有的时候 你只追求钱 你不图名号上的东西 所以会 让你损失挺多的 所以我也感觉 我这个性格以后 有可能要改一改 那当然了 你 你如果作为一个人 你旁边有这么一个 像我这样一个工具人的话 你还是挺好 OK 然后当时就谈到三月份 因为 那个时候的话 Scream 也在找我 那么 Scream 的话 当时刚是从 瓦罗兰转到 那个 从Carmastrike 转到 瓦罗兰那边 然后呢 也在 也在找我 然后就是 Navi 加上 Scream 那边 然后呢 Navi那边 谈的大概都挺好的之后呢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 女的 具体名字是谁 我不说了 但是 怎么说呢 在这一次之后 我跟他关系会变得 就是变得非常不好 就是因为 他是小商的员工 然后他是小商的员工的 这个事情之后 他 为他们老板 或者是他自己 做了一些事情之后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 第一点是大晚上 第二点 我这个人说话 本来就是 逻辑不是太清楚的 要是不是提前写稿的话 所以大家觉得 如果你不知 不知我在说什么的话 你可以 关掉这个视频 没有关系 我谈了之后 那么我前面也说到了 你把战队签进来 你需要一个工会 对吧 OK 那你需要工会 那么呢 当时 我朋友就来找我了 这个女的 这个女人 他是小项里面的 小项 小项那个时候 我记得 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跟大鹅还在搞合并吧 应该是这样 然后大鹅后面那帮人去了 去管了笔展 然后呢 小项现在跟大鹅 应该还是独立运营 但是他们好像有 那个体系上面的一些争夺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就是说 小项的人过来跟我说 说OK 哎呦 你现在在跟哪币介绍 我说是的呀 他说哪币能签到我这边吗 我说可以呀 那么你既然是 你指明要我把他们签到你那边的话 那你总共要付钱 对不对 说 他们说那当然了 当然了 然后呢 我当时这个认识的这个女的 他自己知道哪币在世界上 就是至少在CSGO那边 是什么样一个地位 然后呢 他们的老板也就是斗鱼肖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是 呃 他这个女的要是先给斗鱼肖去解释 哎 这个哪币是什么样的一个队 CSGO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 然后哪币里面有谁谁谁 比如simple这样一个人 有多么牛逼 是是这样一个程度 然后后面 嗯 据据他说 他说了以后就是说 他一直在跟他老板说 洗脑洗了两三个月 然后他们老板觉得 哦这个挺好 那么可以钱这个人 那我就哦挺好 那挺好 我帮虎牙做这个事情 还能赚 赚一笔钱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呢 当时虎牙给我提了个醒 那个时候还是很早 就是三四月份 我虎牙的朋友跟我说 他说你当心一点 我说你当心什么 说你当心小项一点 我说为什么 他们不靠谱吗 他说 是不靠谱 但是呢 现在大多数工会都不靠谱 不是大多数 他实际上他的用词是 所有的工会都不靠谱 你想想看 这是 这就是 这是虎牙的一个人 说出来 他天天对接的供应商 他对他们供应商的评价 就是所有的工会 人都不咋地 都有可能坑你 那也就是说 相当于美国总统大选一样 你就是在比烂嘛 你选一个 可能你不这么讨厌的人出来 然后跟他做生意 OK 然后呢 谈的也挺好 那么 因为 基本上概念的话 要有两份合同 一份是那个 三方的合同 就是工会直播平台 加上站队 一个三方的 再加上一个 站队跟那个 是什么 站队跟那个 工会的经济约 是两方的 那么考虑到 那个三方的合同 是由虎牙来出的 然后虎牙有自己的法务 有自己的律师 有自己的双鱼法务 那这就没问题 但是呢 小巷 小巷那边 他们是 你懂的 就很本土化的工会 说的难听 年 涂豹子 然后他们没有这样一个 那个法务或者律师 所以他们就要去外面 就是他们要把一份合同 出出来了之后 他们找外面的双鱼 可能公司再去把它翻译成 就是法务上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的 法律上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 不是你 你英语翻译出来就行了 就很多用词 什么乱七八糟 我说 哎 他妈的不行 我还是帮你 找一个 那个什么 我帮你找一个双鱼律师过来吧 然后把我朋友拿过来 我朋友很牛逼的一个律师 从美国毕业的 然后回到北京 反正在 是打那个 IP 打商品的 打商标的这种律师的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比较擅长的地方 然后嘛 那么我们就一直聊聊聊 我们跟 我最后算了一下 我跟 Navi 我现在要对接呢 就是说 我要对接的 有哪几 哪几 哪几部分的人 我跟你们说一下 虎牙那边我要对接 我说的都是同时的 虎牙那边我要对接 小巷这边我要对接 律师这边要我来对接 然后 Navi Navi这边 呃 管理层我要对接 律师我要对接 所以我等于对接 五方 就是那个时候 从 今年三月份开始 我那个时候是一种 崩溃一种 breakdown的一个状态 而且 三月的这个崩溃的事情 就或者说熬夜 导时差的这种事情 实际上 持续了半年 就是180天 不断的 呃 我在 我那个时候在加拿大 对吧 然后呢 他们 呃 中国人在中国这边 加拿大跟中国 差不多14个小时 中国比加拿大快14个小时 然后呃 然后呢 塞浦路斯 乌克兰那边 比我这边快个六 七个小时 那你就想想看 我每天要找 适合中国人 适合那个欧洲人的地方 也就是只有早上三四点了 也就是欧洲人 是中午12点的时候 然后中国人是 呃 是是下午五六点 吃晚饭的时候 只有这个时间是合拍的 不行 然后呢 我们一直修改合同 修订合同吧 修订那份 小巷 小巷 以及那个navi的合同 我们修订了 我算了一下 我给navi 小巷 呃 虎牙 这边来回的邮件 我算了一下 大概发了三百封不到的长邮件 三百封 好吗 这还没有算后面的邮件 这就是沟通量 就是一份合同 你可能来回来回来回 要改这么几百次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合同快改完的时候 改到今年 嗯 六月的六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前面说的 我认识的小巷的这个女的呢 她开始 她不太回复我了 我一开始也没当什么事情 我说 哎呦 可能她忙一点 因为工会的人 你说你可能要对接你主播 你对接 对接你们老板什么什么 你可能忙一点 你要想 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到 我到 就是她不太回我的时候 我还在为她找借口 我还在为她找理由 但是呢 拖是拖不起的 她一不回 就是一个 一个礼拜不回 这个是 你很难去理解的 就是说 啊 OK 我能理解 一个礼拜 你工作上 或者你的家里 或者你生活上有事 但是你如果 连续两三个礼拜 都是这样的 这就让我很慌 我就问她了 我说怎么回事 哎呀 她说哎呀 我们老板要我们这边 开一个新公司 什么什么 可能最近有点忙 不好意思 我说没事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吗 她说可以继续 好 可以继续 OK 那么也就一直聊 一直聊 一直聊 聊到七月中旬的时候 小巷这边是彻底不回我 那个时候 我就彻底慌了 你知道吧 因为我跟小巷之前的话 是没有那个 先签订的聚监人合同的 就是聚监服务的合同 就是类似于说 哎 你帮我去做成 某一个某一个事情 然后呢 只要做成了的话 我就给你钱 是这样的 OK 我跟他们没有合同 因为我跟那个女的 我觉得我跟她认识了 五六年了 我觉得我跟她很熟 我觉得不需要那个合同 然后出事就出事她了 她从七月份到现在 还没有回过我 那么就等于说 突然谈了一个战队 战队什么东西都谈好了 但是你小巷不接了 就突然 就走出屋了 她没有拒绝 她也没有说接 然后她就 反正你懂了 她最后就不理你了 不是不理你 反正就忽略你 一直啊 天天电话了 我去轰炸她 轰炸她 轰炸她 我心里面每次想到 七月份 她就是不回我的 那个节点开始 我心里面就很不舒服 图点什么 我那个时候已经 我那个时候 我给她打过这些预防针 我说 你们如果你们小巷 不想做的话 OK的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们要帮我一个忙 我毕竟帮你们谈这么久了 他们说什么忙 我说 你们至少帮我小巷这边 用英文或者中文 出一封邮件 邮件的这样一封证明 你去给Navi 告诉Navi说 这个事情不在这个聚间人 不在这个中间人 在那个 我们公司这边 我们公司可能有 各式各样的问题 这个活我们不想接了 他们当时也答应这个要求的 他们当时也答应这个要求的 然后之后的话 邮件也没有给我 他们生命也没有给我 他现在已经是三个多月过去了 而且你关键知道 小巷做的最可恨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 他们一进来那种很牛逼的状态 他们就是从三月份 刚刚开始谈的时候 说哎呀 我们公司能一下子把那个全款付给Navi 的 我们能啊 跟你们签合同的十天内 我们能把全款付给你 然后我当时拿的是这些offer 是跟Navi去谈的 Navi也就是现在我的老动家 然后这个就让我很难下台阶 你知道就是说你们一开始说你们自信满满的说要接这个战队 然后你们最后没接 但是那你们提了一个一个很莫名其妙高的offer出来 那么你让其他工会怎么接呢 你就不给人留余地啊 就是说你你没有理由就是你进来不是为了赚钱也也没有亏钱 但是你进来呢是说你自己这个活也没做成 那么你也不想让别人做成 那么我搞不懂你这个工会就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说你这个经济公司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当我听到那个这一次那个什么4pm的这个事情 然后4pm的这个事情我实际上7月初就知道了 是那个当人小巷当时的人跟我说 就是说他们给了我三个名字叫什么什么FY谁谁谁谁谁谁 给了我一份名字 然后让我去问说这三个人有没有打过假赛 真的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啊 我说你要问我他们有没有打过假赛干嘛 我说我对倒他而全都不输 他说你肯定有朋友对他们输了 我说是的 我确实有朋友对这方面很输 然后我怕拿过去 我就给我朋友一看 我朋友跟我说啊 这三个人现在应该不太放了 因为就是现在没有没有必要去放比赛 然后我就回来跟小巷那个人说啊 没问题这个队你们可以组 就是他们当时就有说嘛要打TI吗 要组那个银河战舰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以4PM的名义 OK 就是这样 跟4PM的这个事情一样 就是说啊 你跟人家说好了我要你 然后呢 我已经退出来队伍了 我就是我已经 我已经all in了 我已经all in你这边小巷 我就4AM了 然后你说哦不要了 那你们这是什么人 你们这也太卑鄙了一点 就是 何必呢 这个损人不利己 你知道吗 你何必这样子做呢 所以我很不理解 还有我前面提到的那个 我帮小巷找了那个双语律师 也是我好朋友嘛 帮他们就是合同都做完了 他跟小巷之间也有这个服务服务合同的 然后小巷也拖了大概三四个月才付款 三四个月没有 三个月是有的 对 三个月是有的 从七月初拖到了十月初嘛 也就是上两个礼拜 才帮他把钱给结完 不明白 就是我这件事情不是来捶小巷的 我就是想不通 这么做 对小巷有什么好处吗 就是说你要 你说要签这个 然后又不签了 实际上这个事情还没有完 签Navida这个事情还没有转 转折的还没有完 好吗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转折 是呢 是就是九月份 九月份的时候 我在接触的另外一个工会 不是另外一个工会 也想接Navi吗 然后呢 另外一个工会跟我们说 哎呀 这样看之前给你的巨件费 你好像也不太满意 然后Navi可能对这些条件 也不是很满意 那么索性这样的话 我那个那个另外一个工会的人说 哎呦 我们再把这个Navi的这个东西 再去卖掉吧 我说哎呦 你算了别卖了 我现在碰上小巷的这个事情 我已经慌了 因为我之前碰过小巷这种事情 就慌了 说哎呀 你放心 我很快就能给你结果 那就是那个一天内吗 他说一天内 我说好 你去找吧 一天内 小巷真给他找到 找到了谁 你们猜猜猜看 你们猜得到了 大鹅 大鹅不就小巷 小巷不就大鹅吗 我当时就懵了 我说 我 我不管小巷或者大鹅出多少钱 我绝对不敢再让小巷大鹅这样的人 就是再来碰这个事情了 他说不要紧的 这次肯定稳的 他已经把钱都打给我 我说啊 已经 他说斗鱼笑已经打了那个五十万给我了 有可能不应该说这个数字 不重要 不重要 我说 然后呢 然后他说 你就直接可以跟那个大鹅或者小巷这边对接了 然后我们那个下午也的确就是对接上了 你知道吧 已经跟他们聊着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祈祷 我说 哎呦 又这么短一点时间内 虎牙已经催着 我们赶快把Navi给签了 然后又是九月份 虎牙已经催这个事情催了三四个月了 你知道吧 因为 他们可能要合并嘛 所以你如果要斗鱼跟 虎牙合并了之后 虎牙很多事情可能操作起来 不是这么方便 对于斗鱼来说也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 你当然公司是一个主体 你干事方便 你如果有另外一群人进来了 可能拉低 拉慢你的进度 然后呢 果然十二个小时之内 斗鱼肖又反悔了 就是他五十万已经给到了 给到就是另外一个工会手里了 就是说要签Navi了 然后他又反悔了 我说我为什么又反悔了呀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 小巷大鹅不接的话 Navi这个项目就基本上就死了 你知道吧 然后 我朋友 那个我另外一个工会的人 跟我来一句说 他说不接了 说Navi这个战队反华 我说Navi怎么可能反华 我说要是Navi反华的话 他们可能跟我聊了 就是说大半年吗 要把这个事情给做成 他说 后面我就问他们 我说Navi哪里反华了 Navi哪里反华了 然后我就去问问问 这个话是谁放出来的 然后后面我查到 这个说 这个话哦 我在这里 我也可以明确的说给大家听 这个话是那个Family的 Family的那个谢帆放出来的 我不认识 你谢帆你是谁 我相信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那么我们 各走各的路 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去跟斗雨霞 说这样的话 我不理解 你去跟他说 Navi是反华的 他可能 我也不知道 喝了酒 然后也听了你的话了 然后觉得Navi反华 然后就说不签了 实际上 你知道 你们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Family说那个 说那个Navi是反华的 实际上他们签的liquid 里面有个Stewy 谁反华 就是说恶人先告状吗 你们知道的 就Stewy自己反华 然后他扣一个帽子 说Navi反华 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虽然 这么多事情发生了之后 但是我们还是把 把那个什么 就站队给牵下来了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在这不要脸的说 这个就是事情都是我做的 就大多数 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 或者九十五都是我做的 谢谢那个律师什么的 事情很不容易 这个 就是经过Navi 这半年的事情 让我重新认识了 就是中国电竞圈 直播圈的这帮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看那个时候 半些那个事情爆炸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先不要站队 没有一个好人 在这里也同样适用的 我在这个说小商的这个case里面 我不是跟你们说 小商是坏人 那么其他就是好人 不是的 就是没有一个好人 那你怎么办吧 就是包括我 我们都 包括我 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我只想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 这就是我跟小商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其实挺长的 我条理挺不清楚的 实际上 我也没写稿子 我是直接对着那个 对 我直接对着手机说的 然后 这个讲完了 反正 我正好隔离着 我也挺有空 我多跟大家聊了 就这样 拜拜